好同学们 那么这一小节啊 我们要开始制作我们的查询学员信息功能 那么首先啊 要去制作这个功能呢 我们首先要去了解一下咱们的需求 在了解需求的基础之上 我们去分析一个步骤 然后呢 按照步骤分析代码 把代码进行落地实现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啊 咱们一块来看一下需求 咱们的需求呢 其实非常简单 要求用户呢 去输入目标想要搜索的学员姓名 如果这个时候学员存在呢 我们就把学员的信息打印一下 如果不存在 我们是不是应该提示一个信息给用户 告知学员不存在这个信息 那么接下来啊 那我们的需求明确之后呢 接下来啊 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步骤 需求说要让用户输入目标学员姓名 所以那我们步骤当中第一步 是不是应该准备一个input 他接收用户输入的姓名 是不是才可以 那么接下来啊 同学们 我们输入完用户的姓名 且程序接收到之后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开始去检查学员存在与否 那怎么去检查呢 同学们想一下啊 我们的学员对象 是不是都是存储在了列表里面 那所以我们应该便利这个数据列表 这个时候去看一下 如果输入的学员姓名存在 我们就打印信息 否则我们就提示学员不存在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啊 也就是说我们的步骤分为两步 第一步是输入 第二步呢 是不是便利列表数据 看学员是否存在 那么接下来我们带着这个步骤啊 把笔记当中的代码进行一个分析 那同学们来看一下 笔记里面的代码呢 老师也把它分成了两大步骤 第一步我们只是用一个input 接收用户输入的数据 并存储到search name这个变量当中 那么第二步呢 我们是不是for i in便利student list这个列表 那么这个时候条件判断 如果我们用户输入的学员姓名 和我们某个对象的内幕属性值 是等等 是不是就是相等的 那么也就说明 如果这个条件成立 说明我们用户输入的学员 是不是存在的 那接下来啊 既然是存在 我们是不是打印学员信息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并且呢 当我们打印完这位学员信息之后 是不是不需要再向后便利 那所以呢 我们是不是break 退出这个循环 且在full的同一级别之下 同学们注意 是不是连接一个ils 那我们说ils 指代的作用是当循环正常结束执行的代码 那接下来同学们讲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循环for想要正常结束 是不是就意味着break不执行 也就意味着条件判断的条件 它永远是不成立的情况 那接下来既然条件不成立 是不是就说明该用户输入的学员是不存在的 那所以我们是不是在ils这个地方 可以打印一个表示学员不存在的信息 对不对 OK 那么接下来啊 这是我们在笔记当中所书写的 完成查询功能的思路 那么接下来同学们啊 咱们要回到picham当中来 我们一块把这个功能去落地实现一下 那接下来咱们打开picham 在picham里边找到我们关于查询信息的位置 那我们把print取消掉 那接下来啊 老师加注式把我们的步骤先放在这 那老师问第一步应该干什么 哎是不是用户输入目标学员姓名 对不对 那接下来老师再问 那第二步是干什么 哎是不是便利我们的什么呀 哎便利我们的列表 就是我们学员信息数据的列表 那么如果学员存在 我们就打印学员信息 那否则呢 我们是不是就提示学员不存在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啊 咱们一块来完成第一步 其实第一步啊 是不是非常简单 我们书写一个input 去接收用户输入的数据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里啊 我们放上一个提示文字 请输入您要搜索的学员姓名 对不对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用一个 比如说变量啊 SEARCH SEARCH是搜索的意思 对不对 SEARCH-NAME 这个变量去接收一下 那么接收完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紧接着就到我们的第二个步骤 那么第二步骤 我们是不是要先便利列表 那for i-in-self.studentlist 那么并且是不是学员存在才打印信息 那是不是要加入一个条件判断 If search name等等谁 对象点内部属性值 对不对 如果判断到相等 说明学员存在 那所以我们是不是打印数据 来一个f格式化字符串 是不是就OK了 那么接下来同学们啊 打印数据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得打印 比如说姓名是 是什么呢 来一个格式化数除 是不是就是i点内部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动号啊 我们还有什么 性别是 再来一个打过号 i对象点 是吧 真的是不是就OK了 再多少格开 还要有什么来着 手机号是 再来一个打过号 是不是对象点 tile属性 OK 那么接下来啊 当打印完信息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加一个break 不需要再向后去便利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我们说是不是在for的同一级别 连接一个ils 表示的就是 循环都正常结束了 都没有遇到break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说明我们的条件 是不是从来没有成立 那说明我们的学员 是不是就不存在的 那么既然我们 目标学员不存在 那所以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在循环正常结束的 ils下方 去加上一个提示信息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是不是放上一个print 比如说我们就打印一个 查无此人 是不是就OK了 那么接下来啊 同学们 截至到此 我们关于查询学员信息的功能 是不是就实现了 当然同学们啊 别冲动 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到main.py里面 咱们启动学员管理系统 去验证一个查询功能成功与否 对不对 那接下来啊 同学们打开main 打开main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右键软一下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我们得先添加一位学员 对不对 我们输入一个1 接下来呢 进入到添加功能之后 我们输入学员的 比如说姓名是AA 性别的话呢 来一个女 手机号呢 是111 那么接下来 添加学员成功之后 我们调用查询功能 是不是就OK了 那此时我们按一个功能 学号4 让我们输入目标学员姓名 那么这个时候啊 老师输入一个没有的学员的名字 确定 同学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查无词人 那么接下来 咱们再调用查询功能 那么输入一个已有的学员名字 两个A 现在确定 同学们来看一下 姓名 性别 手机号 这些数据 是不是打印出来了 那说明我们刚才的 查询学员信息功能当中 无论学员是否存在的情况 我们是不是都已经照顾到了 那我们查询功能 是不是就已经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啊 完成了这个功能之后 同学们 跟着老师一块啊 咱们要回到笔记当中来 做一个回顾 打开笔记 那么在笔记里面 关于我们查询功能的话 首先呢 我们是不是让用户去 输入一个目标学员姓名 所以呢 我们第一步 是不是准备input 那么第二步呢 我们要看学员是否存在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想 学员的数据 是不是在列表里面 那我们是不是要便利这个列表 才能去条件判断 学员是否存在 存在呢 我们就打印信息 并break 不存在呢 我们是不是打印一个信息 学员不存在 是不是就ok了 那么接下来啊 这就是我们查询 学员信息的功能 那么讲到这啊 咱们这个功能呢 就已经实现成功了 那么老师把咱们的视频 稍微暂停一下啊 这都需要 咱们的视频